好 立刻來看一下 現在中美之間的太空戰 首先先看看這個星鏈 被人家拍攝到說 在天空中 杭州拍到不明的飛行物 22顆連成一線 還從旁邊天邊又飛過來 然後逐漸消失 後來被人家發現 是馬斯克的SpaceX 所發射的星鏈 它主要用途就是 從太空向地球提供高速的網路 這批22顆的衛星 是在7月10號發射 使得星鏈的衛星 發射的總數已經增加到了 4768顆 中國大陸當然也有一些應對 就是朱雀2號 一仰甲腕的火箭 也入到軌道 也成為全球的首枚 這個是中國的名氣 藍艦航天的朱雀2號 7月12號發射升空 成為全球首枚 成功進入到預定軌道的 這個液氧甲腕火箭 也讓中國大陸在發射甲腕為燃料的 運載火箭競賽當中 已經領先了美國這一位競爭對手 我們現在看一下 大陸還研製了新一代的載人太空船 據說可以載到4到7人用於登月 所以一步一步大陸對於登月的計畫 好像都按著這個 這個預定的目標正在實踐當中 大陸的這個中國科學院的預告 就是說這個專案 將會上中國的太空站 也就是我們之前常常所提到的 這個新一代的這個太空科學衛星 預定在2025發射運行 將會是首個太空天文望遠鏡 慧眼的衛星的繼任者 有望達到慧眼衛星的 探測能力的100倍以上 所以大陸也是 就是慢慢的展現出來 在太空領域當中 這一個彎道超車的實力 所以當然美國是覺得說 怎麼中國大陸進步的這麼快 一轉眼已經可以並駕齊去 甚至都超越了美國很多的 領域的一些表現 我們另外也來看一下 夾在科技上面 同樣美國也有這種危機感 就覺得 大陸怎麼好像在芯片領域 也就是半導體領域 怎麼追趕得這麼近 所以不斷的要祭出制裁 現在連美國的企業都坐不住 連輝達 英特爾 還有高通的CEO 都直接殺去找布林肯跟雷蒙多 反對擴大管制大陸 希望說服拜登政府 避免加強管制 對於大陸的半導體出口 要死可能會先死到 這個美國自己的企業 反噬美國自身 這個是美國半導體協會 所說的一個重話 你這樣子限制對華的銷售 或不知道我們的買家 就是中國大陸嗎 那你一直叫我們不能賣 那你是要先讓我們企業 先坐吃山空嗎 那大陸的外交部也有回應 這個寄望拜登 落實無意脫鉤的承諾 你們不是說不要脫鉤嗎 不要對華脫鉤嗎 那你們為什麼還一方面一直在制裁 總是說一套做一套 那這個你們當時也講說 無意圍堵中國的承諾 請你落實到這個實處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北京也將要出手主導晶片業 來抗美嗎 大陸的晶片代工的龍頭 我們看到了這一個 突然他們發布了人事的公告 說這個董事長要從高永剛 因為工作的調整要辭任 所以這個所有的董事會職務 都要辭掉 任期不到兩年 現在要改由這個劉迅峰 那劉迅峰是什麼樣的背景 他是有國家大基金的背景 所以是不是可能接下來 有一個官方的力量 開始要來主導 這個中國大陸的晶片產業 變成一個國家級的一個戰略 來應對現在美國的一個 等於說進攻的一個態勢 所以現在看起來 拜登不論在晶片也好 在太空也好 在基建都紛紛踢到了鐵板 這一兩天大家看到了 馬凱碩說的講了一番話 他說理論上 美國的經濟應該要比中國大壓 要有最好的基礎建設才對 結果你看看 現在全球世界第一的機場 確實出現在中國大陸 而不是美國 所以美國已經在很多的領域 已經感覺到 中國大陸超車 這樣的一個壓力了 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馬斯克這個SpaceX 基本上就在推一個星列計畫 他事實上他這一顆 第一顆衛星在2018年 他就已經開始在不斷的 在天空上佈建各種小型衛星 這種都是屬於低軌的衛星 最後他希望要佈建是1萬2千顆 那麼在三個不同的高度的 軌道裡面運行 第一個高度就是差不多550公里高度 距離地表550公里高 那有1千6百顆 第二皮是在1千150公里高度的 有1萬2千8百顆 第三期是比較又回來 差不多是在450公里 大概有7千5百顆 整個他要1萬2千顆 相當大的一個數量 可是他現在目前已經到了4千多顆了 而且他已經開始商業運作 現在大概差不多有40多個國家 已經可以使用星鏈的這些 天上的低軌衛星 做怎麼樣 做這種通信使用 而且是個人 你可以購買它的 你可以每個月月付 然後你還要買它一個硬體 就最簡單的 大概每個月月付大概是99塊 然後它的硬體費用是499 到海上的這種比較複雜一點的 這個功率比較大一點 它的每個月的租金是5千美元 它的硬體設施的租金是一個月1萬美元 所以它現在已經開始了 所以就是說這次在俄乌戰爭的時候 因為烏克蘭的手機 目前即使進入到第五代的手機 你的還是要基本上 你不是靠衛星作為傳輸的中介 而是靠什麼 靠所謂的基地台 我們現在我們台灣用的 基本上都是基地台 你看我們看大樓上 都是那個基地台 那將來到第六代的 所謂的G6的這種手機的話 它可能它都要整個基本上 要靠這個地軌衛星來做快速 它的速度比透過基地台要快很多 而且它一個衛星的涵蓋面比較廣 因為它高度高 你看我們的基地台常常 我們在台灣 我們有些地方都有死角 基地台沒有COVER 所以我沒有辦法打 手機就沒有訊號 所以將來到G6的時候 就是說第六代的手機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完全是透過 像星鏈系畫這種低軌衛星 所以這個是第六代的通訊 這一個關鍵的基礎設施 所以大陸現在也在做 所以大陸我們剛剛講朱雀2號 它是液氧甲烷火箭 這個為什麼要 本來火箭是從液體燃料 它進入到固體燃料 可是固體燃料比較貴 那液體燃料還是基本上 它需要填充的時間 可是它是經濟成本比較低的 這個就是大陸的星鏈計畫的 很重要的這一步 大陸已經積極在做 布建這個低軌衛星系統 所以在第六代手機 第六代通訊出現的時候 將來大家在任何地方 通訊都沒有失角 因為都是通過衛星 而且速度會增快 來問楊老師 就昨天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協會 在三家半導體的執行長 到了華盛頓之後 這個協會代表全美國的 這些半導體從事的這些 上千家的這些企業 發表一個聲明 他說拜登政府如果持續的 還要對大陸進行半導體的管制 它可能到後來會影響到整個美國企業 的這個市場獲利 投資研發 關鍵是那個研發 因為所有的這個研發 光是Intel一年就超過百億以上 100億美元以上的這個投資 在研發的層面 它才能夠在技術上領先 現在AMD就是最近在 剛好這幾天在台灣 對 舒子豐 AMD現在在整個全球的CPU上面 其實在第一季 已經達到將近三分之一了 已經壓縮了Intel的這個市占 而這幾家包含ME Media 他們其實回答 在中國大陸的這個營業額 占他們全球至少都是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如果說你持續的制裁 你現在已經從去年10月開始的 各種的制裁 現在開始要針對 對於相關在中國大陸的半導體 然後電子運算 還有AI的投資 甚至包含風險投資 都要限制的話 那會整個去壓縮到 這一些國際大廠 美國大廠 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 那你收入就少了 你收入少了長久下來 這不是一劑兩劑的問題 而且你會把你市場 讓給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廠商 或其他國家的廠商 然後他們的獲利 他們的投資 他們的研發都會增加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 拜登政府只是從 政治安全的這個角度 所以他們都覺得 我已經夠了 受夠了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來 找我們業界談一談 都認為我們業界好像 是在賺錢而已 不要搞錯了 所有的真正的科技 都是在企業 不是在大學 也不是在國家的實驗室 都是企業在主導的 你壓縮了企業的利潤 你就使得企業 沒有辦法去做投資 那這樣一個長久時間下來 不要說長久 三年 五年 中美之間在科技的層面 就會出現消障 那是他們最擔心的 長久 這個我先說明 我接著剛剛介大使講的話 它這低軌道衛星 是取代將來我們地面上面 基地台的功能 這樣的話就沒有死角 不管在商用或者軍事上面 它會來發展空間 是無可限量的 這是我們可以確定的 但是低軌衛星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大概壽命 大概三到五年 它就會壞掉 或者銷毀 或者墜落地球 所以你要一直不停的 發射衛星上去 來做補充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這個成本就會很高 因為你要不停的發射 所以 但是現在 為什麼要用這種 這個夜氧甲烷火箭 它這種火箭最大優點 就可以重複使用 我們都知道 馬斯克那個星鏈計畫 它的衛星 它的火箭 它可以重複使用 就是因為用這種燃料 所以它可以重複使用 可是馬斯克上次 為什麼會失敗 跟中國來講差別在哪裡 它野心太大 它一次弄太大顆了 對不對 120公尺高 35層樓高了那麼一個火箭上去 當然總共好像有11個火箭 11個這個引擎裡面 有兩顆沒有點火 就造成爆炸 那中國再說為什麼能夠 朱鶴二號為什麼能夠成功 它等於說是穩扎穩打 小跑這個慢步快跑前進 對不對 它的火箭沒有那麼 不像馬斯克那麼大 它所帶的衛星的亮眼 不需要那麼多 但是第一次 我先發射這種衛星 我先了解它的各種 這種火箭燃料的特性性能 還有我引擎的功能 等到成功以後 逐步再來做加大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同樣這種火箭燃料的使用上面 運用上面來講 我覺得中國比較 跟馬斯克比較起來的話 是屬於比較穩扎穩打型的 另外我們講說 美國對高階晶片的管制 我們經常聽一句話叫做 小院高牆對不對 什麼叫小院 它原來美國對 中國科技管制的範圍是有限的 就小院子而已 就是高科技我才管制你 然後但是我築的牆很高 讓你這些科技 你沒辦法進去你中國裡面 就是光這部分我來弄 但是現在美國現在發現說 不行 為什麼 因為中國自己已經發展 很多的科技的能力 所以它那個越子越做越大 對不對 它牆也要越築越高 你現在後續有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我覺得可能 現在從美國這三家 這個晶片的企業 去建美國白宮 去跟他們談 因為他們已經欺商權 已經傷到自己了 所以後續來講的話 你這個院子 你還要不要再繼續擴大 因為你擴大 中國自己也在繼續發展 你就變成無限制的擴大 你就變成無限制的擴大